当小厨师遇上大厨师 一起切磋厨艺 会有什么火花呢 本周的名人先入为主 请到一位15岁的小厨师作客 你有没有试过 请小朋友开大食会吗 没什么 因为我平时都很忙 没什么时间 我每天都有东西 在平日紧臭的学习生活中 煮菜是如何成为Yuri的另一个嗜好呢 想知道的话 就要收看今个星期日 晚上8点10分播出的 名人先入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